大家好,歡迎回到五間總結的環節 先介紹一下身邊的嘉賓 有我們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阮子希,Harry Harry,你好 蘇盈,你好 先跟大家總結一下半日市 來講內地收市的表現 內地市今日早段雜幅下跌 其後跌幅擴大,上證指數收於2028點,跌12點 深淨城市跌94點,報7209點 護深300指數跌21點,報2129點 先和Harry談談內地市方面 下星期二就會公佈數據 包括有CPI、PPI和人民幣新增貸款 看看CPI方面,監禁國際也有報告指出 內地的豬肉價格在4月底足底反彈 和去年同期比,物價的基數都低了 所以會推高5月的CPI的按年升幅 而PPI方面,可能會因為上年基數低的關係 而指數都會回升 問問你,你對於剛才所說的數據 以及人民幣新增貸款方面 你會如何預視? 來看回內地的股市 投資者的其中一個關注焦點 當然是在本身的不同數據 下星期二,剛才雪映所說 CPI、PPI、人民幣新增貸款、M2等數據都會發佈 CPI的形勢上來說 剛才雪映有提及一份報告 我自己也有提及 其實那個形勢上來說 CPI特別跟大家去分析過 都是一些豬肉蔬菜指數 其實看到豬肉價格 或是蔬菜的價格 都是有個回升,加上基數效應 所以CPI可能見到下星期出來的升幅 比上個月的升幅多了很多 這個形勢上,分析究竟會否說 內地推出的微刺激政策空間會減低 我未必這樣看 尤其是微刺激政策主要是不同的板塊 尤其是現階段來說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來說 每個星期三去主持一些常務會議 都推出一些微刺激政策 有環保、化工、有很多行業 我會覺得單是CPI的形勢上來說 未必會令到微刺激政策 真的會暫停或是放慢 但如果CPI出來 看到這個升幅好像挺顯著的話 對市況真的會折折 我會覺得如果結合PPI的數據 PPI的數據一向都比市場的感覺 都比較擔憂的一個數字 PPI是一些上游資源 我會覺得上游資源 其實反映內地對資源的需求 可能繼續有下跌形勢 回升的動力來說 始終都是一些基數低的效應 所以PPI的指數就算上升 未必對股市有太大的提振 如果你說到人民幣新增貸款來說 有些消息說內地四大行 和不同的銀行 其實在美段的貸款金額上 其實是放大了 可能在M2或新增人民幣貸款方面 是會有個放量上升的趨勢 這是純粹預測 但看上對於A股市來說 這些數據我反而覺得 指標性作用不是太大 始終大家都很擔心 A股IPO的走勢 或是不同的信貸風險問題 對於數據的表現 大家可以密切留意 對於數據出來 如果本身與預期相差很遠 是一個短暫的震盪 但大方向上來說 不會對A股有太大的影響 A股方面的影響 不是太大 但下星期的表現 可不可以和我們回合一下 下星期的表現 你見到指數近來在2000點至2060點 反覆上落 浮浮沉沉 成交表現又不是太多 你計算今天上證指數 其實上證指數 半周的表現只有291億 這是香港的成交 不是內地的成交 入市氣氛是很薄弱的 你看看今天 尤其是指數 特別是在近11點半 收市前 就滾了下去 其實大家對於氣氛上來說 都是有少少擔憂 其實你說本身 如果你內地股市 看回本身的結構性來說 都是散戶居多 尤其是近來 大家都很關注經濟情況 PMI雖然有個反彈 但是對於大家期望一些 比較大規模的刺激政策 又開始落空的時候 我會覺得指數 當見到人行 可能在貨幣政策 有些放鬆的時候 指數會彈一彈 但是其實見到 其餘的利淡超息的時候 又會回落 所以以這樣的形勢上來說 我自己的預測 始終都是在2000點至2060點 反覆上落 以本身走出整個指數的格局來說 要看回未來 真的是不是有機會 會引入一些MSCI的國際指數 或者一些新的資金 進入股市 我才覺得方向會比較明確 謝謝Harry 在內地市方面的分析 看完內地市 我們也再看港股方面 就先說一下 昨日歐央行推出一系列的刺激措施 包括將基準利率 由0.5%下調到0.15%的歷史伸低 亦都實施了存款的負利率 歐央行總裁吉拉德表示 已經開始為採取量化寬鬆的措施 受到這個刺激的帶動 隔晚美股全線上升 連同港股都高開121點 不過開市之後都幾反覆 曾經收窄過 現在要倒跌 正在做23049點 跌60點 國企指數跌21點 報10342點 期指方面 低水153點 報22895點 成交250億 再問Harry 外圍做得很好 理應帶動港股上升 但現在看起來 都很反覆 甚至乎沒有什麼方向 還要倒跌 動力方面是否不足夠 動力來說 真的不足夠 理論上應該會大動港股上升 理論上和今宵大動港股上升 但現在的形勢上 計算高低位 其實跌了很多 本身我會覺得 大家小心點 我自己一直在猜 那棍子上去23400點 那個機會率來講 越來越低 因為試來試去 都試不穿23200點 這個大位 所以我會覺得 大家在指數的看法上 可能要越趨保守 始終A股跌下去 會拖低行指的表現 以形勢上來講 今天先看23000點 究竟守不守得住 如果守不住的話 其實下個星期回來 當然要看非農業新增職位 今晚的就業數據 會如何看 但指數向下的形勢 已經開始慢慢形成 所以大家在板塊上 特別提過很多次 你拿著一些比較重磅的藍籌股 特別在內銀方面 要食股 我會覺得指數 是醞釀的跌勢是回到 內銀股升了這麼多 會成為了沽貨的對象 謝謝Hairie 我們再看今日的業績股 普拉達編號1913 公佈了首季的業績 看淨收入跌了2.4% 銅店銷售幾乎沒有增長 現在的股價 逆市倒跌 逆市跌超歪近6% 正在做54元 早前的零售銷售的額 都下跌 我想問你 我自己走過廣東道 都見到很少人排隊 是否都關回內地之前 又說打攤 還有現在說 自由行方面 消費都越來越少 接下來的業績 二、三季方面 會不會做得更好 產品來說 我會覺得 只算自由行來說 我都看到廣東道 好像少了人去排隊 這是整個廣東道的不同牌子 我都見到它少了人 但我又留意到一個很特別的點 好像零零射射 普拉達也不太多人喜歡去買 好像全都去Chanel 或者Philip Guillermo 這些牌子 所以我就說 如果你說普拉達來說 業績就不漂亮 無論是收入 尤其是順利 都跌得很厲害 所以股價表現來說 捉穿了54元 這些位置 可能會試到50元 這些價位 你計算分佈的表現 我們發言廣場之前 有很細節去講過 其實見到他們建構 亞太區市場 在收入剩額都有倒退 而增長得最高的中東 和日本這兩個市場 其實收入佔比不是那麼多 始終集中在亞太區比較多 所以業績就拖了下去 地區表現我們知道 但是我特別想說 品牌方面 品牌其實 Prada都很想發展一下 除了Prada之外 有其他的branding出來 來建構它整個 所謂的手袋的王國 但MiuMiu的發展上 其實真的停滯不前 我又會覺得Prada 在MiuMiu和Prada 自己本身這個品牌的定位上 相當之模糊 我們見到那些 袋的款式 或是價錢來講 整天都差不多 跟他原本想打年青的品牌 其實那個定位上 我想需要大幅調整 才令到未來那份業績 或者是雪瑩所說的 第二季第三季 怎樣看呢 我看下去 以現形勢上來講 內地人對於奢侈品的需求 有個下跌 我又見到品牌上面 亦都不是有這麼大的突破 所以現階段來說 這隻股販 就算跌到這麼多 跌下來的PE 只剩下20倍 我都會覺得 吸引性 或者是未來的直播空間 不是這麼大 這個時候 我們再跟進一下 一些新股方面的消息 今天有一隻新股 編號6198 就是青島港 這個青島港 其實是內地三大港口公司 今天股價下跌 因為有一個負面消息 說裡面的貨品 不停抵押 再去借錢 現在股價都低過 招股價的3.76 現在正在做3.67 不如再跟進一下 其他港口股反快方面的最新表現 中遠太平洋升六仙報10.6 招商局跌五仙報22.9 大連港跌一仙報1.72 天津港跌超過2%報1.2.8 廈門港升超過4%報1.2 我們都看到這個板塊 今天造價都個別發展 我們再看看剛才青島港 那個負面消息 其實都想知道會影響有多大 因為它都是屬於內地三大港口的一個港 現在這樣跌了下去 之後的表現方面你會怎樣看呢 青島港來講 它主要的業務其實都挺雜的 我會覺得 本身其實如果你計算它運貨 或者是有做集裝商不同的一些業務上來講 比起先前其中一隻半身股秦皇島港來講 就好一點 但問題是市場的負面消息很多 尤其是柱形剛才也有講到 有些資產的抵押的一些調查可能進行中 而本身記者去問今天主席去 可否澄清一下究竟發生甚麼事 他又不太回應 好像這樣做的話 會對於股價表現可能有一個負面的影響 所以投資者可能要看一看位置 就算抽了也好 我建議止蝕 尤其是中國經濟方面 其實依然是一個比較疲弱的狀態 它自己業務上來講 運很多資源入港口裏面 資源的需求如果一下跌 對於業務上來講 未必是一個這麼正面的作用 所以現階段3.67 看看位置可否有機會3.67 就不如防止這隻股份 買其他股份的直播空間會比較大些 謝謝Harry 在這個新股方面的分析 本日市來講都停定了 先跟大家跟進一下他們的表現 恆指造收報在23,051點跌58點 期指收報在22,897點跌88點 帶市成交255億 國企指數跌18點 報10346點 這個時候我們再看看主要籃籌股半日市的表現 匯控升1毫報80.95 中移動跌4毫報75.9 中國銀行跌2先報3.69 工商銀行跌2先報5.15 建設銀行跌1先報5.76 港交所跌7毫報146.2 國售跌1.5 做21.2 友邦保險跌5先報39.05 騰訊空股升8毫報109.2 金沙中國跌2毫報54.65 長實跌超過1%報136.6 新鴻基地產跌6毫報107.1 九倉升超過1%報55.35 中海外跌超過1%報19.26 環原置地跌4先報15.5 至於中海油方面跌4先報13.24 中石油跌2先報9.36 中石化升4先報7.09 坤輪能源跌4先報12.72 中國神華升1毫報21.65 這一節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先和Hairie你做個申報 剛才所提及的股份你有沒有持有 沒有 謝謝Hairie 我們下午回來有1點鐘的發達廣場 也會有問答環節 家庭觀眾可以打電話來204-6566 我們下午見